玩具槍跟我們旅產業其實也是有相關的密切的關係 不外乎就是我們在這個槍枝設計上面的一個三大的重點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質量輕、高強度以及可縮性高的條件下 產品設計出來之後呢 帶給我們一個自我檢視的一個功效 那進而可以幫助到我們未來在開發我們的電動車零件 自行車零件、汽車零件等等 他是詹俊毅國內關鍵鋁合金廠第三代 擅長從不同產業中尋找鋁合金的型商機 像玩具槍製程中會用到的鍛造技術 就是縮短工件製作時間的方法之一 鍛造的優點主要是說我們可以把我們的鋁合金材料 從以往的傳統加工 然後一次成形到我們所要的產品的形狀 那以往加工到這種形狀的話呢 如果用傳統CNC machine的話 可能要花費2到3個小時進行加工 如果我們使用鍛造的話 可以像後面這樣子 一下子5秒鐘就可以解決 鋁合金的特性呢 第一個它的比重比鋼鐵材料還來得輕 強度也不輸鋼鐵材料 所以在交通工具上面的一些重要的重點的核心零件 已經逐步的太萬維鋁合金的材料 鋁合金能逐步成為重要金屬 除環保回收率較高外 製程優化也是受重視關鍵 像這一顆顆裁切好的鋁錠 要變成具有多角度與線條的工件 過往都是屬於高精密加工範疇 但透過鍛造技術 製作時間縮短耐用度提高 成功讓鋁合金工件 進入汽機車零件供應鏈 重機產業從傳統加工的部分 像它的剎車油杯 以及到它的這個剎車卡鉗的部分 都漸漸地改使用鋁合金 具有高強度的一個 並且輕量化的一個材料 台灣鋁合金龍頭大廠 不光是將目標鎖定在 新一代汽機車產業 靠著精密加工能力 也已經打進國內外半導體廠 成為重要合作對象 半導體的裡面的滑軌 一些設備的周邊 其實都是需要我們的鋁的結構材 在台灣的這種產線的組合 以前分工很細 所以可能要四五個廠 四五家公司來完成這個半成品 它注重的是表面鋁合金 那你四五個廠去做這個產品 會有表面碰擦傷嚴重的問題 但是在我們公司不會有這個問題 軌道擦傷為何會引發嚴重問題 主因是半導體廠的無城市 對環境要求非常嚴苛 軌道上任何刮傷 都有可能讓設備運行不順暢 最終導致產品良率降低 開場滑軌製造實力 能夠獲得國際肯定 讓設備訂單能見度 預估三到五年不成問題 中間轉折 其實要從原始股東退股 開始說起 大概良率都在 不良率都在10%以內 民國70年代 現任企業董事長詹薰林的父親 在朋友推薦下投資旅產業 初期搭上台灣建安熱潮 同時憑建廠內自建的風雨實驗室 大幅縮短送檢時間 產品試占率穩定成長 只是計畫趕不上變化 原本評估會有幾年榮景的建築訂單 因為產品技術性不高 太多人同時加入競爭 藍海瞬間變色成價格戰的紅海 獲利不穩 導致股東有不滿意見 差不多有五成以上都是建築材料的 那建築材料在這個台灣市場來講的話 它競爭力蠻競爭的 這個沒有什麼 比較沒有什麼技術性的問題 所以大家都可以做 所以市場價格競爭銷價的很厲害 差不多100年之前的時候 其實包委的財務狀況也不是很好 所以另外一個股東就主動要退出 生意難做不只讓股東想退出 內部對於未來方向也有不同看法 難以凝聚站立 像防水旅門窗 剛進入市場時 為了避免生鏽都會做陽極處理 讓外觀只能呈現金屬原色 雖然單調 但消費者還是願意買單 只是當客製化成為趨勢後 有多種顏色選擇的烤漆 慢慢取代金屬防鏽的陽極處理製程 兩種不同技術 研發及採購資金分配成為爭論焦點 有些股東就是說 這個就是 比如說包委的毒瘤 是不會賺錢的一個單位 甚至想要把它拿掉 我說不行 這個一定 以後一定是我們的價分項目 對於堅持要以陽極處理為主 詹勳國表示 金屬防鏽確實有很多方法 陽極處理只是其中之一 但考慮到防鏽磨層的厚度 只有陽極處理最薄 以微米為單位 對精密加工幫助最大 所以不能只看顏色帶來的好處 要有前瞻性 至於要如何挽救色彩上 先天不足的發展瓶頸 二代兩兄弟轉換思路 評估後發現 既然已經看好陽極處理 何不將其他加工程序 像是切割 CNC與鍛造一併整合 跳脫消費性市場限制 全新流水線 絕對能找到不同商機 不是原料的所謂源頭 都是拿到外面去給客戶代工 後來我們就有說 如果說可以的話 我們可以自己來 當客戶服務這一塊 幾星 陽極 CNC 鍛造 如果說一貫作業的話 對我們這個行業來講 現在很少 少見 自然有吸引力 尤其是當台廠 將目標鎖定在工業用途時 鋁合金優勢 加上一條龍製成的 價格競爭力與時效性 業績與貨新高 以當年靠鋁門窗 創造營收的時期 年營業額大約是在 1億至1億5千萬之間 轉型之後 營業額以倍數成長 成功讓企業上市 打造不一樣的經營環境 其實我們的鋁的用途很多 很廣大 當然我們都是客製化的東西 去年我們已經達到 全年21億5的總營業量 從家用鋁門窗起家 發展成半導體產業 重要供應鏈 台灣鋁合金廠 用不同組合 打造出最強大戰力 都要去清棄 所以我會想要 從家用鋁門窗起家